慕尤丁辞去首相一职 目前正等待国家王公决定新首相人选 消息指出 国家元首在下午召见所有政党领袖 以了解谁能够出任下一任首相 反对党领袖安华在国家王公会见国家元首后 表示各政党领袖达成共识 那就是停止就有政治 赋予马来西亚一个新的政治结构 他说当国家元首要求所有政治领导人发表意见时 他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诚信党主席莫哈莫沙布 以及其他来自巫统 民主党和祖国斗争党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但以上是大家达成的共识 他引用了国家元首的指示 并非是委任新首相 而是要开创和谐和平的新政治 根据安华的说法 国家元首告诉各政党党魁 该国正处于政治危机之中 因此领袖首先要团结起来 管好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疾病 下议院议长阿兹哈哈伦 今天向所有国会议员发出指示 明天下午4点前 向国家王公提交法定声明 说明本身支持 谁担任第九任首相 阿兹哈说 法定声明必须提名一名 获得多数支持的议员 担任首相 以通过传真 电子邮件或WhatsApp 将其提交给最高国家元首的 私人秘书阿兹英 官方信函称 他这样做 是按照国家元首的预令进行的 民主行动党四言末国会议员杨巧双 在推特上开玩笑说 阿兹哈花了七个月的时间召开会议 则要我们24小时 给他一个首相人选 即使我在网上订购黄油蛋糕 也需要三天时间才能发货 预计国盟将向国家元首苏丹阿 都拉陛下推荐 巫统副主席伊斯迈沙比里 担任首相 巫统消息人士透露 经过昨晚的讨论 大家一致同意提名沙比里为首相 与党主席阿末扎西 站在同一阵线上的巫统国会议员 也同意现在由阿末扎西的阵营决定 是否与我们站在同一阵线 每日新闻报道 100名国会议员支持国盟 同意让最有机会的政党接任首相 消息称 有关各方正视图说服阿末扎西派系 因为该派15名议员反对任命沙比里 相反 除了推荐党内元老东姑拉沙里 还建议阿末扎西担任首相 消息指出 阿末扎西派系有两种选择 也就是继续推荐党主席 或东姑拉沙里出任首相 或接受国盟国会议员支持的伊斯迈 此外 根据反对党的消息 他们的首相人选是公正党主席安华和民主党主席沙非易阿达 据了解 西蒙目前正视图联系已经退出的前西蒙国会议员 邀请他们重返 其中包括10名来自阿兹敏阵营的前公正党议员 据网络媒体Malaysia No报道 公正党主席安华曾派人联系早前退党的议员 试图说服他们支持他 但是被拒绝了 一位要求匿名的公正党议员助理指出 公正党上周开会并任命了不同的谈判小组 负责说服应早些时候 洗来灯行动而离开蓝眼的国会议员 当被问及被拉拢的国会议员是否包括国会议员阿兹敏阿里和阻莱达使 助理坦言 是的 我们正在联系大家 据消息人士透露 西蒙已向明星党8名国会议员伸出橄榄枝 建议该党支持公正党主席安华出任马来西亚第9任首相 据之西蒙的条件是排除前首相敦马哈迪 让民主党主席沙菲出任副首相 消息人士指出西蒙提出的这些建议已得到沙菲认可 并表示会认真考虑 消息还指出西蒙赢得明星党8名成员的支持 极为重要 因此为了重新掌权 西蒙愿意让沙菲出任副首相 因为我们都知道马哈迪不会满足于任何低于首相的职位 据消息人士估计 安莎佩不仅可以为西蒙带来8位国会议员的支持 他还将为国会带来至少两名斗士党国会议员的支持 除此之外 沙菲议还将带来一名名同党议员 和两名沙拉越全民团结党议员的支持 明星党青年团团长石邦家区国会议员拿督阿兹斯查曼希望 如果沙菲议能赢得至少六位国会议员的支持 安华和西蒙可以支持沙菲议 他说 如果安华能成功获得议员足够的支持 沙巴明星党也愿意支持安华 但他希望安华和西蒙在提名首相时 对能对沙菲议公平 安华与沙菲议之间 谁能获得足够支持任相 另一人就必须承诺给予支持 目前可以确认的是 明星党也有自己的算盘 也就是说 如果安华能够跨越数字魔咒 明星党就会支持安华出任首相 昨天 明星党青年团团长已强调 如果安华做不到 那么西蒙应该优先支持明星党主席沙菲议出任首相 明星党目前只有8名议员 包括沙菲议本人 至于西蒙 共有88名国会议员 外界普遍认为 马哈迪领导的斗士 党的4名议员 与明星党关系密切 并拒绝安华 另一方面 网络媒体自由 今日大马报道称 国盟和反对派 有兴趣提名一名候选人担任首相 但是 由于双方都没有真正掌握支持者的数量 可能会出现我国 只有首相没有内阁的政治局面 可能提出的或不合逻辑的建议之一 是任命一个没有内阁 但是 在安全条件下 举行大选之前 一位高校的首相 可以与公共服务合作